六百度分子 我們今天來稍微介紹一下Motor Reduction 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Given一個線索方法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Reduce Order 比如說叫G-Hate 是的 他們都必經這個原來的G 就是我給你一個Plant 一個系統 一個Model 它的基數本來可能很高 那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比較低階的數學的Model 它能夠避進你的原始 這個 那當然接觸D的話 你要控制 你要做什麼都比較方便 對不對 但是這當然就牽扯到一件事就是 Applashment 那你的Five Gear是什麼 當然做Model 這種我們叫做Model Reduction 那當然我們有兩個最基礎的要求 那兩個最基礎的要求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保留這個Stability 如果原來這個Model 如果原來這個Model 是Stable的話 你做Proximation 當然也希望是Stable 第二個就是 這兩個相減 要越小越好 但是 什麼叫做形象 我們總要有一個數學的Model 那最流行的一種就是 H20的Model Reduction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我再重複一遍就是說 基本G呢 是RH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D界的 所以我要保留我D信 所以你看 要有在RH RH 使得呢 這兩個相減以後的乳分屏 要盡量小 要是要小到什麼樣子 這個大致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二個這個條件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要搞RT L棒 它的誤差 我們希望誤差呢 我們希望誤差呢 能夠夾在 至少我們要估測出它的誤差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種常見的方法 第一種呢 我們叫做Model Reduction 或者我比較Model的Toncation 或者我比較Model的Toncation Toncation Model的Toncation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這個系統 這個G呢 就寫成這個space space是這樣 那其中A呢 為了討論方便呢 我覺得角色當然已經對角化了 好不好 當然有些不一定可以對角化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是為了說明方便 我們是假設說 它有一個symbol 我們就跟structure 這只是為了簡化說明 那相對的這個B呢 我覺得假設它是B1到B2這樣 C呢是C1 到C1 好 那這時候的transl function C1到C1 SH減掉A的U2的B SH減掉A的U2呢 直接我把它寫出來就是這樣 C1 乘上這個B 結果呢 你把它乘開來以後 你會發現呢 它就這樣 C1 C1 S-18 好 我們通常喔 可以分成幾種Case喔 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要呢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闖可以火標一些 比較快的 就是說它會很快的會消死掉 比如說假設喔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A A是-1-10這樣喔 那很顯然 -10的這個會很快的就衰減掉 因為你取 你取這個 LaPlus轉化以後呢 這個對應的是-T 這個是-X-P 是不是這個很快就衰減掉 所以這個呢 很顯然對系統會比較沒有影響 這個就是很快的就會衰減掉 如果你想要衰減掉這個 當然不一定 不一定是死數喔 事實上只要它的死部 是比較大的比較複的 你如果要衰減掉這個的話 當然 我們就 我們就delete了那些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對應 對應比較大的 大的這個 死部 這個它會衰減比較快 我這邊手會比較大是指 這個絕對是比較大 所以我應該要寫 要怎麼秒數比較 比較負的 對對對 抱歉我這邊應該要寫 所以都是在左半面 就是砍掉 十部比較負的 謝謝我剛弄 或者就是說比較左邊的 比較左邊的那些特徵值 那些末 因為比較左邊的是不是 就是說特徵值如果假設有一個在負一加I1 負一-I1 一個呢 可能一個跑到這個負十這邊來 那這個是不是會decade的會比較大 或者是負十 加I負十減I都是一樣 好不好 這樣這三個一定 對系統的影響一定比這兩個來的下 因為它很快就decade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希望呢 要砍掉一些對系統影響比較小 當然是砍比較左邊的 那或者呢 有時候呢我們 常常是想要砍掉一些呢 對應高頻的部分 對應高頻 因為系統喔 雜訊通常是高頻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高頻的東西砍掉 系統通常也會比較遠一點 現在的洗衣機做得比較好 我記得以前 在買我這部洗衣機之前 那時候我小朋友還印象 我以前那個洗衣機喔 以前的洗衣機喔 不像現在的洗衣機一個草丟下去 等一下它叫的時候就乾了對不對 以前那個草是兩個草 這邊洗一洗還要把它拿過來 這邊透水 這樣搬來搬去 我以前的洗衣機就是那種 很早以前 那那種洗衣機在脫水的時候 還會腫霧 你們如果有看那種洗衣機 你應該知道是不是 它在脫水的時候 它只動動動動動 然後一直腫霧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在運轉的時候呢 它剛好碰到它的公正頻率 會碰到它的公正頻率 所以呢 我們如果希望一個系統 它不要發生公正 因為公正功能 是在比較高頻率的時候 才會發生公正 所以我們可能是需要 把一些Model 要把那些高頻的公正東西乾掉 就有很多種Case 我們也許要砍掉比較高頻的東西 如果我們想要砍掉比較 講一個S 則我們就要砍掉什麼 我們要比例準 因為如果有一個POWER是這樣子 那它對應到TANDOMEN的時候呢 是Explonation 負阿滑T 是Cosine的或者是Sine的 就這兩種習慣 所以我們如果要砍掉比較高頻的部分 那就是要砍掉呢 虛部比較大的那些 所以我們要砍掉 比較大的這個 我們要砍掉那些呢 對應的比較高頻的部分 比較大的那個虛部的部分 但是實際上我們經常所碰到的是呢 兩個我們都要同時考慮 第三種呢 就是說如果Combine Combine 我們要砍掉以上這兩種Cos 那我們通常呢 我們通常會要砍掉那些比較大的 Module 就是比較大的這個特徵子 它的絕對子比較大的 好 好 那如果不是一般性喔 不是一般性喔 我假設它就是從大排到小 給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假設呢 這些是從大排到小 或者我應該倒過來 因為我要砍掉比較大的 我要砍掉比較大的 ok 也沒關係 對 從大排到小沒關係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印了 假設我們要的是 砍掉R格 所以我們砍掉比如說前面的R格 那是不是剩下就是從DR加一個開始 就從DR加一個開始 我把前面的 假設到前面R可能很大 我想要把它砍掉 那剩下的是不是這樣 那注意它還是屬於RH裡面的問題 因為原來是的話 它原來的特徵子是這些LAP 砍掉以後特徵子還是在LAP上 這些LAP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大小 誤差的大小 所以誤差的大小就是你砍掉的那些部分 從1砍到R 這是你被砍掉的部分 好 我們來稍微計算一下 它當然就小了一個 好 下面是存量 你只要取 絕對也是這樣 這樣 這當然是影比你提供 好 好 這個當然會小於等於 它的死部 這會小於等於它的死部 這應該沒問題 因為 你S 或者我整個畫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 你在算Affinity弄的時候 你S要弄I Omega帶進來 所以你弄I Omega帶進來 減掉這個浪導的死部 還有再減掉它的虛部 它當然是小於等於 然後再導速過來就變成小於等 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方法喔 不是特別好 為什麼 因為它 它 不只是Depend on 不只是Depend on 不只是這個 它還跟這個上面的這個系數而已 跟CIBI這些東西有關 所以換句話說 它會跟你選擇的這個Livation 是有關的 所以你雖然保留了穩定性 但是這個L-Found 你沒有辦法確定能夠保留是多少 因為我們知道Livation有很多種方式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是很好 我後面會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實際算跟其他的方法來比 所以最好 文獻上最好的方法是這個 就是Balance Trimation 所以你要談Balance Trimation之前 我們再複習一下 什麼叫Balance 我們說一個Realization ABC 是Balance ABC 是Balance 這意思就是說A要合理石 ABC 而且呢 它的Pontrobility Gramia 跟Rxsibility Gramia 要相等 等於一個Diagonal矩陣 比如說這樣 等於一個Diagonal矩陣 ABC 那不是一般性 我們當然可以假設它是從 從大排到小 Diagonal矩陣 所以換句話說你這個矩陣呢是大I 大I 好 好 那我們上次呢 有給一個 我們上次有給一個DiNi 我上次寫那個DiNi 其實只寫了一半 寫了一半 我今天稍微把它寫完整一點 Given了一個Realization 就這樣 則呢存在一個坐標轉換 比如說就這個 存在這樣的坐標轉換 使得呢 這個系統啊 以這個新的坐標來看的時候呢 以這個新的坐標來看的時候呢 是Balance 存在一個坐標轉換 可以把原來的系統呢 轉成一個Balance The Realization 它的充分且必要條件是什麼 我上次是寫了一遍啊 其實是充分且不一樣的 它的充分且必要條件呢就是呢 A是要Hobis 而且這個ABC啊 是minimum 它是一個minimum原來的選擇 另外就要說就是Ctrl和Balance 而且是Verser 我本來這個想讓你們練習證明喔 後來我看後面那個就已經夠難了 這個我證一下 我們先證 看有一邊比較好證 我們先證這個Balance 必要性就是說 假設們已經知道有一個坐標轉換 這個是Balance 就是要這樣 以之內 存在一個坐標轉換 就是Balance 轉換過來以後的這個是Balance 我加上什麼意思 Balance 那根據Balance的基本定義呢 那個A呢要Hobis 所以代表這個A bar要Hobis 但是這個A bar B bar C bar之間的關係線 會先將其中 bluetooth f plusVt v plusVt 幾乎吃hobis 雜貝和Vt 什麼啊 不是v plusVt 因為它是balance 所以A bar 12区的竞 那這兩個是similar的關係 所以A5如果是always的話 那A0就是 所以我們就正出這個A0 接下來我們要證明它是密碼 好那另外呢 這個是對新的這個系統的 Opensibility Gramey 跟Consibility Gramey 假設他們是等 他們兩個是下分 而且是等於四個馬 大一點 這是已知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 這兩個轉換以後的Consibility 跟Opensibility Gramey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它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Consibility Gramey 就是атрат的 比較大的 就是等於自然對不對 那責幣歸年呢 倒過來 這個是叫大 这些组织的组织 對 這個是這一組心的 但是我們把這個關係帶進來 你就會發現 所以就T inverse AT 對不對 A8是T inverse AT 然後呢 你就 我看看 我應該這樣子 其實應該先吸就不再吸吸 不過其實都一樣 所以它就是 所以乘上T 左邊同乘T 右邊也同乘 右邊要同乘什麼 T star 我把這個式子 左邊同乘T 右邊同乘T star 所以左邊同乘T 右邊同乘T star 這個也是 好 那中間呢 我就在補這個T的Inverse 補了T inverse 再補T 沒有影響 同樣這邊呢 補T的 這個 STAR 所以在補T的VSTAR 也沒有影響 但是這樣呢 你看 我把這樣掛起來 這個當然要給你看 因為原來是 離我左邊同乘T 右邊同乘T star 還是白B 結果你就發現 這個跟你怎麼 這個應該就是A A 這是A 這是A 而這個呢 應該是B 這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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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A現在是 A現在是Hell with 所以這邊是某一個量 對不對 某一個不知道的什麼東西 但是它是一個 這個Yahono 函數啊 然後ana 又是 Oris 所以這個不知道的東西 是不是一定是原來ABC的 Controlability Grammium 對 它就是Controlability 所以你馬上就可以看到 Controlability Grammium 舊的跟新的之間關係 就差一個T 跟T star 所以我們就得到 舊的跟新的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所以是同乘T 這個關係我們等一下會再用到 所以同樣的道理 第二個式子也是一樣的 第二個式子呢 左邊同層 左邊同層什麼 T star 我看一下 所以左邊同層T star 右邊同層T 左邊同層T star 右邊同層T 右邊同層T 左邊同層T star 左邊同層T star 右邊同層T 當然會等 好 那我們把中間的反上來反 好 那中間空的部分呢 這個當然就是要加一個 所以放進去 我現在應該是要同層T 這樣可以 應該要同層T的 右邊關進去 左邊還有同層T的 負層T star 所以你比較的結果呢 所以你看喔 所以你看喔 這個 所以這個乘上什麼 這個乘上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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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乘上T的一個位置 同樣這個呢 這個叫同層T star 所以這個就同層T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比較的結果呢 你就發現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A star 這個是A 所以這個是Hatch star 所以這個就B star 然後這個人是C 我這邊應該叫8 所以這個是C star 所以這個是C star 所以這個是一個位置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位置的東西 但是因為A是Hawis 這個里奧彭隆的解 唯一的 就是拿它的什麼 它會有這個 所以你看我們就得到 這個這個 這個 所以你看我們就得到 t的 所以是C star 所以坐標轉換以後 原來的A B C跟新的A 8 B 8 C 8 是這樣的關係 但是Ctrl-B-I C-Gramion 跟Ctrl-B-I C-Gramion之間的關係是沒有 或者你倒過來寫也是一樣的 你如果把它倒過來寫 你如果把它倒過來寫 就T star 抱歉 這個應該 T star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倒過來寫 這倒過來寫 就把T star 那因為剛才的這個 因為這大一點 這兩個其實是相等的 不大一點 因為它是 我講是它是Balance 所以這是一個 Congruence Transformation 保留的正負負負負負責 所以我就知道原來的這個 這個也大理 這個也大理 雖然它們兩個不一定相等 他們兩個不一定相等 原來的是相等 但是是大理 那經過轉換以後的人也是大了 那我們上禮拜講過 Ctrl Ability Premium 跟Ctrl Ability Premium 如果大一點 就代表他們是Ctrl Code 還有 Observe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就證到了A是Horvis 而且它是Min 好 我們看充分性 充分性是現在是先假設的 A是Horvis A是Horvis 而且CN也是Control Code 跟Observe 那既然是Control Code 而且又是Observe 所以它的Control Ability Premium 是存在於S-Horvis 而且是大一點 這是Control Code跟Observe 那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就是我們現在要希望能夠 對這樣的一個系統ABC內 我要找到一個座標轉換 最主要就是要找到那個T內 使得轉換過來以後這個是Balance 所以這種Constructive的Prove通常是比較難的 你要去建構這個T 這T要怎麼建構嗎 這個是Glob的貢獻 所以它會不會太無納 說了就很簡單 沒說就是想不出來 因為這個大一點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矩正相差 對不對 這個在矩正裡面叫做 這叫什麼分解 Hor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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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是大一點 那保證這個R呢 那保證這個R呢 是哪C 所以當取針的數都可以找得到 第一步先這樣 所以這個可以找得到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這個 和這個 和這個R 左右這樣乘上去 乘上去以後 乘上去以後呢 做Singular Variability Competition 那Singular Variability Competition 那Singular Variability Competition 一般來講 你一個矩正做Singular Variability Competition 通常我們是選成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請注意 因為現在它是很密選 它是很密選 所以U跟V其實可以選一樣的東西 它Singular Variability 它是很密選的時候 這兩個是可以選一樣的 是不是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原來我們 Singular Variability Competition 這邊都寫四個碼比較多 但是這也只是一個文化 事實上四個碼 它是一定是大一等一零碼 因為Singular Variability 這樣分解開來對不對 後面可能是大一塊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東西看成是它的平方 當然也可以 懂我意思嗎 所以講 這只是一個文化 我就把它寫成平方 其中這裡的 因為這些都是大一 所以我可以這樣寫 所以其中這個四個碼平方呢 就等於四個碼碼 四個碼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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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後面有可能有一些是零 但是為了後面的方便 所以我這邊給它加一種方便 所以這個四個碼碼 不然不然大一等 四個碼碼 不然不然不然大一等 四個碼碼 抱歉 還有 對它不會大一 它後面不會是零 我剛才忘記了 因為這個L 是大一等 它是大一等 所以你這邊不平直 所以沒有大一等 或者一般來講 這後面可能有幾個碼碼碼 70分級 這樣OK嗎? 好 有了這個以後呢 我就可以來選擇這個T 這個T的選擇時間在17 我T就選擇是U 然後乘上R 再乘上這個四個碼 所有分子一樣 所以它每一個都是NXQ 這每一個都是NXQ 這個也是 所以呢這個T呢 是NXQ 做這個變數變換這個一定要NXQ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經過這樣轉換以後的 經過這樣轉換以後的 我覺得那個Sigma-2分之1是原分矩正的四分一次方 對 對 因為我把它寫成14個碼碼碼 等於就是 裡面都開始了 對對對 等於這個拿掉的話 這個要開更號對不對 然後還要再開一次 然後還要再倒數過來 所以是負二分之1 應該是負二分之1 對 對 很神奇 好 好 所以呢 T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就令 就是坐標轉換了 令這樣的轉換 所以原來的系統就轉成了 轉成這樣 其中這個A bar B bar C bar就 一定裡面所寫 我再寫一次 好 那因為A1是Hervis 跟剛才一樣 A4和Hervis 所以A bar當然一定是 因為它們只是一個C-Meter Transformation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來算一下 對應這個新的坐標呢 它的Controlability Gramium跟等質ability Gramium 是不是一樣 而且是biago呢? 比如說我們先算Controlability 那Controlability Gramium跟原來的 Controlability Gramium的關係是這樣子的 我們就把它蓋進來 用這個 把它帶進來 好 然後就把該帶的代計台 比如說T T我剛剛念它是什麼? U R還有Sigma的負二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取inverse 因為每一個都non-sincular 所以取inverse Sigma二分之一 R的負一 U的負一 對不對? 但是U是unitary啊 這個Singular Variable Composition 這邊的U是unitary 對不對? 所以它的inverse是等於它的stun 所以我剛才這個T match inverse T match inverse就得到這一根 所以這邊本來是要inverse 但是因為它是unitary 就是變成U star 第一個這樣 第一項 第二項呢 原來的Controlability Gramium 我把它做這個collecti 的collecti 所以我要用R跟R star戴進來吧 然後再來呢 T的inverse再取star T的inverse已經在這邊了對不對? 所以呢我再給它取一次star 再取一次star 再取一次star 所以就 這個取star 所以就變成U 大 對不對? 這個算出來這麼奇怪 看一下我哪裏算出來 看一下我哪裏算出來 Controlability Gramium RU 對,應該是RU 謝謝 如果RU就對了 對 看這邊 對,因為看了你的字 謝謝 所以這兩個一交換就對了 好棒 哎呀,真好 對 這樣我們現在解決了 所以這乘起來是I 對不對 這乘起來是I 不要提它 U star乘上U也是I 因為它是Unitary 這個跟這個一層呢 兩個二分之一層是不是Sigma 好,所以同樣這個 我們算 是T star T star L O 這樣 所以一樣再把T帶過來 剛才是RU對不對 先寫我們這個 所以就是RU Sigma 五二分之一 再取star 就是Sigma五二分之一 U star R star 然後再把這個 這個就不要理它寫起來 為什麼不要理它呢 因為我們剛才 對它做了Single Real Decomposition 做完以後這個是U Sigma平方 U star 對不對 看所有的東西是不是就結束了 所以U star跟U一層呢 又是I 這個一層也是I 這邊平方這邊有負二分之一 所以乘一層是不是等於Sigma 最後一句話把它試一下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中這裡的四個馬 其實就是四個馬 萬四個馬 不到四個馬 那這邊的四個馬 I呢 就是原來的四個馬 I I更好 其他的 I更好 而且它是大一點點 因為每一個都大一點點 所以換句話說 然後呢 這個realization ABC呢 是Balance 我有時候寫CAB 有時候寫ABC 反正大家知道我VC 就是反正就那裡 realization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寫ABC 但是如果談到它是Ctrl波 或不是我B 通常C會寫在一起 這其實是有點confused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這樣OK嗎 自己誰先誰以後 你們自己試一下 解決好不好 但是不要選那個Galoba 做決鬥 這兩邊 好 這個證明在你們 擦掉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 我們剛才說的 那種model的trication不好 對不對 所以比較好的 做model reduction的方法 是Balance的trication 所以我稍微先看一下它的motivation 為什麼這個Balance的trication 會變得那麼重要 就是說我給這個G G對不對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G-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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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呢 他減掉湯 要夠小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畫一個示意圖看一下 我們做這個trication 但是input跟output是不會改的 所以兩個相減 你可以看著好像相同的input進來 如果G跟G-head 要很接近的話 性子要很接近 那Y跟Y-head應該也要很接近 可以這樣寫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為什麼喜歡弄infinition 來當作它的quiter來的判斷 所以你可以稍微 我們可以稍微分析一下這樣 根據operate non的定義呢 就是這個取sup對不對 Y-到Y-head L2 non 取比上面這個u的L2 non 然後u呢是在L2 當然u不能改 是不是 這是根據none的基本的定義 所以你想 我要讓這個 我要讓這個越小越好 我要讓它越小越好 那你這個input呢 它會帶一些能量進來對不對 帶能量進來 然後能量呢 再會傳送到Y-to-Y-head 然後兩個相減的能量的差 所以我希望它越小越好 我希望Y減掉Y-head 這個能量越小越好 那換句話說呢 狀態呢 狀態傳送出來的能量 這兩個能量要越接近越好 要越接近越好 那所以你如果希望這個分子呢 要越小 分子要越小的話 那你砍掉的部分啊 最好就是呢 它所攜帶的能量到u的 是越少越好 是不是這樣 我再講一遍 我沒有讓這個要越小越好 我們要讓這個要越小越好 就是上面要越小越好 上面越小越好 但是呢 婚母呢要越大越好 我希望它越小 所以我要越大 這樣可能會有一點困擾 我們先看這個吧 所以你的狀態 你看看這個要越小越好 這個是代表被砍掉的部分 能量要越小越好 所以譬如說啦 我舉例啦 比如說我這邊可能原來有五個State 可是到這邊呢 比如說我只砍剩下三個State 這樣它本來有五個State 砍掉三個State 所以我是不是就砍掉了 第四個State跟第五個State 那我就希望這第四個State跟第五個State 傳送到y的能量呢 是不是越小越好 這樣 這樣它減掉它的能量差就是它 它是不是就會越小越好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希望狀態 所以簡單講我就是希望什麼 我希望State 傳送到output 這個Energy要越小越好 Energy要越小越好 然後我們再看 當我們這邊取super的時候 當這邊取最大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最大呢 當然是這個最小的時候 呼呼越小越好 呼呼越小越好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就是說 當input 什麼時候input呢 傳送到State的能量呢 所花的能量越小越好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minimized unit 讓它傳送到State的能量 是越小越好 因為這邊越小越好 這邊就等於就是變成其他的super 如果我們這邊固定來看的話 是不是這個super 倒過來就這邊去 類似這樣 所以呢 這邊到這邊的能量 要越小越好 這邊到這邊的能量 也是要越小越好 真能量 這是不是跟我們前面所談到的 上禮拜談到了兩個問題 是合在一起的 是合在一起的 從State 我們上禮拜曾經談過兩個問題 我們回憶一下 給這樣的一個系統 initial state是x 則呢 整個輸出的能量 當然我假設Ca是f2 這邊的a都是假設Huris 上禮拜我們是不是算過這個就是 等於s0 star dial.s 對不對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第二件事呢 我們上禮拜談到就是說 如果我給你一個這樣的系統 Ans Huris 然後我假設呢 在這個 彭埔開天的時候呢 都沒有帶正的能量 然後呢到這個initial state的時候 假設是s 那這時候呢 你能夠找到的最小的這樣的U 從負無窮大到0 以他的能量最小的能量 是不是應該是這個 當然我這邊假設AB是卡州 記不記得是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希望要砍掉的狀態應該是什麼 就是呢 這個狀態帶過來的能量越小越好 狀態帶過來的能量越小越好 是不是就是對應的 我上次有提到 如果說他是一個對角線 表示他是一個dialego 那相對應的那個state呢 傳過來的能量是跟他的sigma不關 所以sigma越小 代表那個相對應的狀態呢 送到upt的能量越小 所以呢 我們如果把他從大排到小 我們要砍掉的就是後面的 同樣的這邊剛好倒過來有沒有 我們希望input呢 對state的影響要越小越好 那這個如果倒過來 這個如果是這樣 那越小越好 所以你倒數過來 所以我們如果要砍掉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希望要留下小的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還是從大排到小 所以倒數過來 反而是這個是小對不對 倒數過來他就變大了 所以我們要留下小的 所以是不是要一樣 也是要砍掉後面的這個 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呢 這兩個剛好一樣的時候 我們上次談過 剛好就是balance的情況 那我同樣的一個sigma 就可以同時量測他的controllability 跟lensability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這時候 tuncate就是tuncate 比較後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的一個 重要的結論是這樣子 這個是modivation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假設呢 就是說given given這樣的一個系統 而且我已經假設它是一個 不是一般性 我假設它已經是一個balance realization 因為我們剛剛商解證過呢 一定可以找到這樣的作標轉換 當然其中呢 A一定要forvis才有可能 然後abc呢是minimum 就是說同時是tuncate 我已經假設它是一個balance 那我們就假設呢 既然是balance 所以它的controllability呢 跟lensability是一樣的 而且呢是 都等於四個滿 它是一個對焦 那我現在齁 我現在就不這樣寫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這樣寫對不對 可是它是大於等於大於等於 所以有可能相等 相等的我就把它寫在一起 這我們上面寫在一起過 相等的 比如說它如果有r1個相等 我是不是就這樣寫 這樣是不是就四個馬1 四個馬1就有r1的 同樣的呢 假設四個馬2呢 有r2可以相等 就這樣排起來 所以呢 最後呢 假設到四個馬m 假設是這樣 然後四個馬1呢 就大 不會相等的 好不好 這個每一個四個馬都不一樣 然後當然每一個都大一點 因為它是balance 好 那富士一般性呢 角色呢 它到 稍微寫巴一點 一直到四個馬L 然後到四個馬L 那我就做一下pattition了嘛 我就把上面這個叫四個馬1 下面這個叫四個馬2 這個呢 我定義它叫做四個馬1 這個我定義它叫做四個馬2 所以我定義它就是 請注意喔 同樣的相對於同樣的四個馬呢 我們絕對不要把它分成 把它一半分在這邊 一半分在這邊 同樣的四個馬L呢 一定要放在同樣這邊 不要相同的四個馬L呢 可能有兩個三個 不要有兩個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要解我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不要spread 具有相同的四個馬的那些step 所以我這個pattition成這樣 可以在其他四個 所以同樣呢 我就pattition 跟這個dimension呢 是一致的 A B呢 還有C呢 我相對應的 我假設我就把它 p選成這樣 這dimension跟這邊是 B呢 也是這樣 C也是這樣 這個tuncate以後的 tuncate以後的realization 那相對的 相對的狀態 我原來這個狀態 經過這麼一分單呢 也是狀態也分成這樣 好嗎 整個tuncate以後呢 就是 我只取x的這一塊 比如說這叫p 這個我們叫做tuncate therealization 抱歉我這個應該是一個b 這個tuncate以後的realization 是一個balance的realization 而且我假設這個channel function 叫做g 換句話說呢 g呢 我假設這個呢 tuncate以後 這個叫g 比如說我tuncate 這個叫g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gl呢 就是c1 s1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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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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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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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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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因為後面這半就要給同學來做報告 我正一半就好 好 首先怎麼正呢 你看喔 這個是Tontability Gramian 是ABC的Tontability Gramian 所以他當然是滿足這個條件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把partition帶進來 這個A就寫成這樣 那這個LC就是四個馬外 四個馬外 把他帶進來 然後再去START 再加上這個B 所以這要A 這只是把partition帶進來 然後我們就把它乘開來 乘開來應該是 乘開來應該也是有十塊對不對 因為我都partition成這樣子 乘開來就是這樣 我們就先看這一塊 這一塊沒乘開來很容易看啦 這個一乘過來就是A11 四個馬外 這個一乘過來就這一個 四個馬外 A11 這個一乘就是這個 好 我們得到B10 再來我們看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 這個去乘上它對不對 抱歉 這個去乘上它 所以就是A21 Sigma 再來我們來看這兩個相乘 但是要得到這一個 所以是Sigma2去乘上 去乘上這個A12 star 加上B2乘上B1 star 我們只要這兩個式子就好 其他這個不重要 好 同樣的道理 這個Observability Gramian 也是滿足一個Yapono 所以它滿足一個Yapono 所以你一樣我們把它提取貸進來 去乘上這個 這個一樣也是四個馬外四個馬兔 因為它現在已經知道它是Balance 加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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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把它乘開來 剛才我們說過乘開來 是不是有四塊 同樣的我們先看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就是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所以我們要得到第三個式子 接下來我們一樣也是看這一塊 這一塊應該是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四個方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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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先看第一式跟第三式 第一式跟第三式 第一式跟第三式這種形式是不是四成相似 第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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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11是stable的話 如果A11是stable的話 那第一式呢 這個四個馬1就有解 是不是剛好是這個系統的 Conservability Grammium 是不是 同樣的第三式 A11如果是stable的話呢 那這個Leopold Equation的解 四個馬1 是不是剛好是這個系統的 Upservability Grammium 是不是這樣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 如果說 而且呢 請注意因為這個是大10 跟我寫一下 因為四個馬大10 這個是大10的好不好 因為Balance這個是大1 因為這個每一個都大1 所以它大10 所以四個馬10是大1 所以根據1跟3 根據1跟3呢 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出A11 是stable 那這個剛好四個馬10就是它的Conservability Grammium Conservability Grammium 而且它又大一點 那是不是就代表它是Conservability Grammium 而且是Conservable 而且A11又是Stable 那它是不是就是Balance 有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真正的關鍵 只要證明A11是Stable就好 我再講一遍喔 因為如果A11是Stable的話 它的解是Conservability Grammium 是大10 所以它就是Conservability 它的解是Conservability Grammium 一樣也是大10 所以是observable 而且Conservability Grammium 跟Conservability Grammium 都是四個馬1 又大10 所以只要A11是Stable 它就是Conservability 而且Conservability Grammium 而且Conservability Grammium 都是四個馬1 所以是不是整個問題 只要證明A11是Stable就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如果A11 我現在是說盧補 因為我買名證 如果A11是Hervis的話 則根據第4還有第3式 Sigma1 同時 它是同時 它是同時呢 Conservability and then Opposervability Grain Opposervability 這個A11 B1 C1 這一組 對不對 而且呢 那又因為呢 Sigma1 是大1 對不對 所以呢 就代表它是Balance 因為它大一點 所以呢 C1 A11 B1 就是Minimal 對不對 因為它同時是Conservability 又是Hervis 所以因此呢 這樣事實上就證明了什麼 如果它是Hervis 那它又是Conservability 又是Hervis 那是不是就代表它 A11 B1 C1 是Balance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整個問題啊 其實只要證明這個是Hervis就好 很了解 所以呢 我們底下呢就要來Grain 它是Hervis 所以呢這個證明 我們要證明A11 那換句話說呢 A11的特徵值全部都在左方便 可是同樣的道理 你再從1跟3來看 Liapolon 如果X呢是Liapolon的解 X是他的解 而且呢Q又大一個 然後這個解呢是大一個 如果呢這個是Liapolon的解 而且X又大一個 Q又大一個 根據Liapolon的解釋 一定是告訴我們 A的特徵值全部落在左方便 但是包括虛軸 如果它不包括虛軸 這個Q又大一個 Q如果有大一個 那它就是特徵值全部在左方便 不會有虛軸 但是因為現在都只是大一個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A的特徵值全部是落在左方便 但是包括虛軸 這是Liapolon的解釋 告訴我們 所以呢 我把它寫下 所以根據1、3 1或3都可以 你要看1或3都可以 然後呢 根據這個Liapolon的解釋 我們知道呢 B1-1它的特徵值 落在左方便 但是包括虛軸 所以我們現在是想要證明 它的特徵值全部在左方便 可是根據Liapolon 我們馬上得到 它是在左方便或虛軸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證明 它沒有虛軸上的特徵值就好了 有了解嗎 所以呢 我們最主要是 A1-1沒有虛軸上的特徵值 這樣整個證明就結束了 至少前面這一半 後面這個 所以沒有虛軸呢 沒有特徵值在虛軸上 那這種 我每次碰到這種 當然都是那種 矛盾的證明 有時候要證沒有真的很難 數學上要證沒有真的很難 通常都是假設有然後證到腦中 那假設呢 假設它確實是有一個虛軸上的特徵值 然後回來證到腦中 比如說呢 就是這個 i Omega 它有一個虛軸上的特徵值 它有一個虛軸上的特徵值 那i Omega是A1-1的特徵值 所以是不是代表i Omega i 減掉A1-1 減掉A1-1 它是一個4-6的矩陣 然後我就 Li Omega 一不一呢 是這個 這個特徵值 對應這個特徵值的 Igonspace 的一個 Basis-Matches 好不好 我會假設它是一個Basis-Matches 那這意思也就是 當然意思也就是 A1-1去乘上它 這個去乘上Basis 因為裡面的很多是它的 柯弄裡面的集 也就是啦 稍微再把它證明一下 也就是這樣 好不好 好 好 現在開始要變魔術了 你看 我現在有四個式子對不對 我把第三式呢 左右同層B跟B star 第三式 左邊同層B star 右邊同層B 我就得到什麼 B star乘上來 把它乘上來 其實里亞波羅常常都是這樣的技巧 瑪卡蒂也是 然後就利用這個A乘上B1 它是本名 Ibmica 所以呢 這個是對它取STAR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是 就是負I鴻鴻鴻鴻鴻 神上B3 結果有沒有發現呢 都是這樣子 第一項跟第二項是不是就消掉了 這兩項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差太多平方 所以兩項剛好消掉 就只剩這個 這個又完全平方 所以希望 這個是千片以立的技巧 然後再來呢 你就把第三式呢 在右邊同層B就好 這次左邊不要乘 左邊不要乘 所以你就右邊乘 這個不要再乘上去 這乘上去是B 這乘上去是B 因為我們已經剛推到 10萬成上B 所以這個是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同樣的 這個AB呢 在弄ImegaB 大件 所以就得到什麼 Imega是存量 我們提到外面 右邊是不是都有四個馬B 四個馬萬B 把它全部提成這樣 四個馬萬B 都不一體出來 所以就變成 A1 YSTAR加STAR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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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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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好 done 接下來呢 要處理第一次 第一次呢 右邊呢 同層上Sigma1V 左邊呢 就同層Sigma1V的Stand 結果這樣就等什麼 第一次喔 所以A11 Sigma1 右邊同層上Sigma1V 左邊呢 同層VStand Sigma1 加上呢 Sigma1A11 Start 同樣 右邊同層這個 左邊同層這個 加上呢 B 右邊同層Sigma1V 左邊同層VStand 好 我們再來整理一下 看看會變什麼 我們剛才有的關係式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才有這個關係式 還有這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其實還可以寫成什麼 你看喔 你把他乘開來 A118 十個碼碼碼碼 把他移向過來 就負I Omega 十個碼碼碼碼 對不對 移向過來 所以我們有這兩個關係 現在可能要用到這個 看一下 A118 十個碼碼碼碼 在這裡 所以他等於負I Omega Vsigma1 是不是 所以這個剛好 奇斯大 奇斯大以後所以變成 I omega Vsigma1 這個剛好跟他Vs大 所以你仔細看一下 這兩項其實也是一樣 剛好就差一個幅 對不對 都有Vs大四個馬1 再來又四個馬1 再來又四個馬1V 一個I omega 一個V omega 所以這兩項其實是消掉的 所以就得到這個是0 那他又是完全平放 所以就代表 B1 star 四個馬1V 通常這樣子兩邊乘完以後呢 再來只要乘右邊就好 常常都是這樣 所以你在乘右邊 你現在左邊就不要乘了 所以就變成A114個馬1 4個馬1 加上4個馬1A1148 4個馬1V 加上B1P118 4個馬1x赤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一個,但是這邊呢,又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呢,這個還是一樣是-iω,四個毛弱筆 對,所以呢我就,所以這個就等於0對不對 所以這個加這個等於0,把它移下過去呢 或者我把它合併,把四個毛弱筆出來,所以就變成什麼 這邊還有一個四個毛1,所以其實這邊有兩個四個毛1 所以就變成A1-1-iω,四個毛1平方1等1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注意看這個式子,這個式子告訴我們剛剛說V呢 是選擇這個矩陣的kernel,的basis matrix 所以這個裡面的凹都是它的集體,kernel的集體 現在同樣的道理也是啊,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這個,這個也是落在這個kernel裡面 這個kernel跟剛剛那個kernel是一樣,差一個符號kernel一樣 然後又sigma1是大一點,四個毛1大一點 所以它是nine singular,對不對? 所以平方以後也是nine singular 所以乘上V以後,它還是full account rank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呢,也是這個kernel的一個kernel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四個毛1平方V呢 這樣了解嗎? 就是說因為四個毛1大一點 所以四個毛1平方也是nine singular 那V呢?V是,V的很多是它的基體 乘上一個kernel的基體 乘上一個nine singular的東西上去還是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四個毛1平方V呢?跟V 剛才那個V,boss,兩個呢? 那兩個都是baceous matrix 那兩個都是baceous matrix 我們知道,新的代數告訴我們 你這邊選一組基底 這邊也選一組基底 這兩組基底一定就是乘上一個nine singular的東西 所以這兩個既然都是基底的話呢? 所以就存在一個nine singular的 比如說叫S 死的呢?這個4個毛1平方V呢? 是等於V乘上S 這樣OK嗎? 然後又V是baceous matrix 所以V當然有full account rank 這個我們用過好幾次了對不對? AV乘上Vs 只要V是full account rank 那它的image就是a rank subspace 而且這時候s的特徵詞是不是 就是a的特徵詞 s的特徵詞全部是落在sigma1平方的特徵詞 這沒問題嗎? 但是sigma1它是大於0 所以平方也是大於0 所以它的特徵詞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它所有的特徵詞都是實數都是正的 所以它所有的特徵詞都是實數都是正的 所以它所有的特徵詞都是實數 那S的特徵只是它的subset 所以代表S的特徵之一都是正的 所以同樣的 那很簡單的矩陣的理論告訴我們 一個 注意它不一定是很明顯的 一個矩陣它的特徵值如果都是正的話 它是不是一定可以寫成某一個矩陣的比方 這沒問題吧 因為它都是正的 所以它可以寫成某一個矩陣 我就把這個矩陣叫做4個馬 我很大好了 它可以寫成這個矩陣的比方 好 那所以呢 把它帶入這個式子 把S呢 換成這樣子 所以就4個馬萬的平方 好吧 再休息一下 好吧 再休息一下 好 那個也是它的Best S的測試 你說這個嗎 因為這個是Non-Singual的矩陣 這個是Non-Singual的矩陣 所以乘上去還是Full Count Rank 不會影響Rank 所以它這個承完以後的那些行 都還是掉在這個的格隆 而且因為原來的那個都是獨立的 你乘上Non-Singual還是什麼 因為Full Rank 所以是不是它的行還是構成集體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是Non-Singual 因為它大一點 好 我們繼續 那不是一般性啦 我們可以假設 Sigma1的平方 然後 它也是Diagon 你嚴格講起來只要BlockDiagon 你知道嗎 不是 因為它也許是Jordan Fong 所以只要BlockDiagon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你可以 理由是為什麼稍微說明 因為你看根據這個式子啊 這個式子我如果右邊同乘上 一個Non-Singual的矩陣T 還是會對啊 只要T是Non-Singual都會對 然後這個呢 乘上同樣這個T 這邊既然右邊同乘T 這邊右邊也要同乘T 也要同乘T 那我就再給它多乘一個T inverse 再同乘一個T 所以呢 這個對所有的 這兩個式子呢 對任何的Non-Singual的T都會對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可以把V呢 適當的乘上某一個T 所以換句話說呢 適當的乘上某一個T 然後把它當成是新的V來看 然後把它當成是新的V來看 把它當成是新的V來看 把它當成是新的V來看 而這個時候呢 4個碼萬8的平方 就換成是這個 所以你選擇的那個T呢 只要能夠把它對角化就好了 或者至少畫成九燈風 對不對 不管它是什麼矩陣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T把它化成一個Jopen去這裡 所以就是Block 9 所以不是一般性 好嗎 很瞭解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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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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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目前為止只用到第一次跟第三次 第二次都還沒用 所以我們就把第二次呢 右邊同層上4個碼萬1跟1 同層上去以後呢 就變成4個碼萬5 所以就有兩個4個碼萬5 我就直接選一個換 4個碼萬5 但是我們剛才有證明出來好像最後這個式子是有沒有B1B1大乘上4個碼萬1V次0 這個是1B1U1B1 ba1 個 erste裡 這aba 1個碼萬5 其實呢 這是のは4k 這是第70點 我右邊同層b 左邊同層sigma2 b44 所以乘外又變成sigma2 然後sigma2 但是我記得剛才好像有整個一個說 c1乘上b字0 所以這個呢是2 這項是不見的 所以因此呢是上只剩下4個碼度A1 這叫b64 把5、6、2、4相剪 看這2、4一剪 這個是一樣的 你看到 這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式子一剪掉這個式子 這個就消掉了對不對 就變成它剪掉它是0 它剪掉它是0 所以它就等不到 所以它就等不到 4個碼萬平方V 換成V 4個碼萬八平方 它本來它 所以呢 所以最後變成什麼 看一看 再重新 看一看 再重新 再重新 變成這樣 4個碼萬八 超多快正完 4個碼萬八平方 5 8 A1是5萬 4個馬1 是不是應該這樣 看一下對不對 這個一層 這個一層 所以第一個式子一樣 再來第二個式子呢 是這個乘上這個 這個乘上這個就是這個對不對 等於呢 這個乘上這個 就是這個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一樣 那請注意 事實上從這個式子 我們馬上可以看到什麼 再一次的 我們常常 從幾額上來看這個 我們從上學期就一直這樣在用 V4 full count rank 所以它的特徵值 一定是它的特徵值 它的特徵值一定是它的特徵值 然後這兩個的特徵值又不一樣 因為我剛才有特別強調 一樣的一定要放在一邊 不能有一樣的呢 就是說中間一分類 這兩個是一定要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呢 特徵值是不一樣的 然後加8的呢 又落在這個裡面 所以呢 這個的特徵值跟這個的特徵值 這個的特徵值 是沒有交集 然後再加上這個是full count rank 因為這是I 它是full count rank 所以再一次的你有沒有看到 A乘上V等於V乘上S 我們這門課方法 不如再用上學期的S A乘上V等於V乘上S 那個V4 full count rank 所以這個的特徵值 這個的特徵值是包含在這個特徵值裡面 但是它包含在它裡面 各位請注意它包含在它裡面 可是這兩個交集是空的 這兩個交集是空的 所以它只包含在這裡面 當然不會包含在這裡面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一個矩陣 對不對 那所以就代表這個的Image 是對應這裡面的特徵值 它跟Space 是不是這樣 AV等於Vs 所以V的Image 是對應S裡面的這些特徵值 這個Igonspace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 是這個Igonspace 這個Igonspace 就是這個Igonspace 這個Igonspace 看一下這邊要怎麼打樹比較好 這邊比較緊嗎 這邊比較緊嗎 這不難理解 就是說比如說A A乘上V 然後V乘上S 那S一定是 S裡面的特徵值一定是裡面的特徵值 你不妨把它看成是對小矩陣 所以它不一定是 有時候它是這樣 然後這是Vy 比如說 所以你把它乘看來又是不是就是 AV1 AVI是不是很大 IVI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裡面的 就是這些VI 是不是都是A的特徵項量 然後對應的特徵值是這裡面的特徵值 所以你把這個取image 是不是就對應這些特徵值的egenspace 這樣就要解嗎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 A乘上V等A乘上S 所以呢 它的image就是這個的egenspace 對應這個特徵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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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擦掉了 我現在也要證明它沒有虛軸上科正值 但是我利用反正法 假設給我 但是這個這一項 這個空間也是同樣也是 相同的一個空間 跟後面的字都一樣 它是不是也是 為什麼你看 我在旁邊看一下 為什麼 我寫一下 因為呢 一樣啊 Sigma1 8的平方乘上Sigma2的平方 乘上I0 V也是等於I0 Sigma1 8的平方 這個詞子是不是也對 所以一樣是不是AA乘上V等於V乘上S 所以同樣這個的Image 也是它的Igonspace 對應這個的特徵值 Igonspace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得到兩個 對應這個特徵值的Igonspace 得到兩個 這兩個都是相同 都是它的Igonspace 但是Igonspace是唯一決定的 所以是代表這兩個要一樣 對應這個Hgonspace 這個Hgonspace 這兩個是一樣的 對應這個Hgonspace 對應這個Hgonspace 所以你馬上就可以得到 這兩個既然是相同的 eigen space 所以這兩個當然是一樣的 那很容易證明 其實當然這個就是可以 因為你這邊乘一個x 這邊乘一個y 你這麼一層x一定要給y 所以這一摔一層上去 這個是不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們就可靠這個一定是要的 那一旦這個是你以後 你再來算這個 我們來算一下這個 記得這個a是partition成這樣 所以我們把partition帶進來就變成這樣 去乘上這個b 結果這麼一層呢 第一項是這個 第二項呢 這兩個都是0 第一項是0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選擇 這個是它的basis matrix 所以這個是0 但是我們剛剛也證明了這個是0 所以就逞強就是0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v呢 v它是一個full count rank的矩陣 所以這個也是full count rank 所以它是不是就落在它的kern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 不只簡單講 這個不會是0項量對不對 不會是0 因為它full count rank 所以它的kern就不會是0 所以a呢 变成是Sync 不是零就是不是只含名像样的意思 这样就证完了 是什么意思 它如果是Sync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I omega是A的特征词 可是A呢A是何为Sync 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Balance 它是一个Balance 所以这个 A如果是Hervis它所有的特征词都在左方面 可是我们去证明A呢 如果A11有一个虚轴上的特征词 那个虚轴上的特征词一定就是会出现在A的特征词上面 但是A是何为S 它的特征词都要在左方面 所以就矛盾了 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就证明它是一个Balance 基本上可能在 然后呢我们最后要进去 Balance 这样了解吗 Balance Glob那么厚的论文里面 这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Balance 最后的例子 看不像这个例子 Balance 虽然都只弄到很简单的先行代数 但是真的结果很不简单 但是真的结果很不简单 我们看一个Gentle Function 我们就看Single input Single input 因为我们只是说明而已 如果呢 如果呢 他把它做成 我们今天一开始的 model的realization 那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下标M指的是model的意思 其中呢 这边 记得model的realization 就是呢 把它的特征值 最重要就是 把它的特征值 把这个A呢 对应 画成对角线 对角线上的东西 都是它的特征值 这个利用上最期已经讲过的 这个简单的realization 可以算出来 所以比如说呢 我们觉得啦 比如说负二呢 负二是我们不要的 我们想要把它砍掉 有剩下一戒 它本来是二戒 对不对 我们要砍掉这个 绝对值比较大的 负二这一戒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降阶以后的 系统就变成这样 Separate model的我就用M64 砍掉这个就是 这我们刚刚讲过 那砍掉它相当于就是 就不要打这个 不要打 所以相对的第二可的位置 就不要 所以就A就只剩這個 B就只剩這個C就只剩這個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得到的trancer function 你還可以算出來是這樣子 當然它保留stability 因為原來本來就是stable 然後我們來算一下它的誤差 當然我們現在的none是habilitynone 你就把這個剪掉這個 這我們剛剛算過的就是 其實就是s加這個嘛 然後把這些卡要乘在一起 然後取none 取none那個負荷就可以不用寫了 好 這個影片你能用的 很容易算出來是二名字 這種troncation是很直接了當的 對不對 想說比較大的就把它砍掉 好 我們如果是用balance的troncation呢 你比較一下 所以首先第一步呢 你要去算它的balance 對 有landation 怎麼球 我們剛才證明有 有談過那個t對不對 那種神奇的宣傳 所以其實那個證明 constructive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演算 好 就利用那個方法可以算出來 這個下標b是代表balance 剛才這個是m 我們現在是balance 所以下標融b來表示 我們可以算一下 我們可以算一下 可以算出它的一個balance 就是這樣 好 其中呢 當然這個可能要借助計算機來算 然後再往往手算 可以算一下 然後再往手算 NOBUS CONTROL的TOOL BUS 你只要把這個 你只要把Chance Function 輸入進去 霹靂開了 瞬間就跑出這幾個矩增來 當然它依據的就是我們剛剛證明的那些方法 我只要把這個東西放入 我沒有這個東西 我會把那個東西放入 也聽到我馬上炒了 我可以在一起 這樣幫手這邊拿出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算出 它的controllability grainy 跟exhibility grainy 就是所謂的sigma 一樣 同樣的那個程式 也可以跑出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所謂的四個碼萬 四個碼多 我從大排到小 從大排到小這樣 那個程式跑完一樣 自動幫你從大排到小 所以我現在譬如說我要砍掉小的對不對 根據剛剛這個定理 剛剛這個定理就是砍掉後面的對不對 砍掉後面就留下這個 左上角的這些東西 留下這些有沒有 A1 B1 C1 就得到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就去砍掉 砍掉四個碼多 因為呢 對應X2 對應X2的那個狀態呢 它雖然可控也可觀 可是是比較難控的 比較難觀察出來 所以我們就砍掉這些 留下這些 好 就留下這些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如果呢 我們傳給我們傳給這個 我們傳給這個 我們就得到 一樣一階的 假設我們是要六零階 要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剛剛圈起來的這幾個 圈奏方學算一下 看一下 我的符號 我現在要降階 所以我看我前面的符號 所以我留一個 好不好 我就寫G1 因為我被我只選一個而已 留下一個 就留下四個碼多 好 所以這樣算一算呢 那個ABC算一算 結果就是這樣 它當然就是Stable 因為它是Phalex 傳給的以後這個是Phalex 所以A1Y是Stable 最重要的是我們想要來看一下它的 它的None 誤差的None 一階的 這個是原來B的 抱歉原來是G 所以去算一算 結果是多少 在這邊呢 剛好等於兩倍的四個碼 我們這邊是說小於等 小於等 但是這邊剛好是等於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數學上是不常分到這種情況 比如說像機率裡面有 學不學 對不對 學不學不等四 它也是給小於等 可是有些例子是不是剛好就等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這個棒的 的覆測 你沒有辦法再寫得更好 因為就這個例子 你如果還能夠把這個寫得更小 那這個例子就不符合了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辦法再去改善它 好不好 它已經是最好的誤差的評測 它剛好是可以的 而且最重要的要 我們要仔細看的就是 你看這兩個的誤差 這個是0.5耶 這個呢 一個是0.5 一個是這樣 差了幾倍 所以由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這個的誤差很難反控 跟B跟C有關 但是這個誤差是很容易掌控的 因為我們砍掉的就是 雖然是都可控跟可關 但是我們砍掉的是幾乎不可控又不可關的 對不對 那我們原來 比如說我們原來給一個Trancer function 比如說這樣 比如說這樣 那其實我們可以拆成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消掉 我們上學期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這個事情 這個被消掉的那就代表 讓打等於敷一 這個mode是uncontrolled 不然就是un miserable 對不對 所以會被消掉的是un controlled 或un miserable 那現在它是二階的東西 你想要消掉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如果現在我另外一個是這樣 那這兩個是不是幾乎也是可以消掉 因為太靠近了對不對 所以它幾乎就是等於 可以看成就是這樣 那這種幾乎可以消掉的 它其實是tansorable 是observable 可是它可以空的程度 跟可以關的程度是比較差的 所以它幾乎可以砍掉 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砍掉這些就是屬於這種 pore跟zero 其實是很靠近很靠近的東西 所以你消掉它呢 幾乎跟原來的是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你看它的物差是這麼小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所以通常你要砍到哪一階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四個碼是這樣對不對 比如說假設你有一個地址 算出來的這個四個碼 我隨便寫比如說可能是這個2 然後1.8 1.5 然後突然到這邊變成0.2 0.1 那你很明顯的你要砍掉的是後面 對不對 因為這個相差實在 突然有一個很大的jump 發生在這邊 表示這些狀態是比較可控比較可觀 而這個幾乎很難控又很難觀 雖然它是可控也可觀 所以你如果你要做tansion的話 當然就是砍掉這邊 那這時候的物差一定是小於等於 這兩個相加 所以你如果砍掉這些很小的數字 你把這些數字很小的把它砍掉 對不對 大的要留著 大的要留著 那小的砍掉 那小的一砍掉以後 加起來這2還是很小 這樣是不是就是把它的物差壓到很小 所以這時候你砍掉掉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你砍掉掉的東西 就跟它是就很緊緊 這樣了解嗎 這是globe 偉大的貢獻 所以為什麼這個做tankation 做modal reduction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balance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其他的方法都沒有balance這個 當然它也不是完全解決所有的問題 第一個它必須要和with 對不對 而且它考慮的只是open loop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要close loop起來 那close loop以後我們還在砍 但是close loop你到底要設計什麼樣的因素呢 你如果設計的是LQG的 然後在close loop裡面去砍 那個我們就叫做LQG的balance 就這樣 如果你設計的是h-ma-me control 把它close loop加 再去砍 那那個就叫做h-ma-me balance 就是這樣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一定有時間能講解 好這樣了解嗎 好還有一點時間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跟這個非常相關的主題 也是glover那片路裡面的東西 你沒看到我這個土一直留在這邊嗎 土留在這邊是有用的 跟h-ma-me control 還有跟這些東西相關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呢 就是hanko or 當然還有hanko no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我們回憶一下就是說 考慮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我講算an-s-holy-s 所以這時候呢 看它的chancelled function 所以它是在rH2裡面 記得rH2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strip proper and stable 因為a是stable 因為a是stable 所以這個是stable 但是因為它的d是等於0 d如果不等於0的話 它的分子夫母接數是一樣的 叫做prop d等於0的時候呢 分子的接數會比夫母低 這時候叫失去prop 我們回去看一下我們之前講的那個hardy space 好那所以呢它是stable 那記不記得laplace laplace轉換就是把l2轉到h2來 所以我們取laplace transform 其實這就是laplace transform 它就是記不記得它是把l2 tindomain的東西轉到frequency domain上面的東西 所以inverse laplace是一個hysomobism 所以呢我們給它inverse laplace 當然我要講清楚這個是從底到無窮大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所以我就把這個呢 做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比如說我就把它叫做g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這個不然來開始 所以這算一算就等著 t小0的時候是這樣 t大1的時候是這個 所以它是屬於 是屬L2 這就是因為laplace transform 是很大的 它是一個我們上次講的叫做什麼 Hilbert的hysomobism 對不對 而且它保留了一些none 一些所有的性質 好我們很快來定義 tine co-operative呢 有兩種定義的方式 一種純粹從泛郎分析frequency domain來看 從這個抽象空間 但是呢我今天我們先看從tine domain來看 所以這要怎麼定義呢? 給這樣的給這樣的g了 給這樣的g了 這個系統 韓孔常常用γ來表示 γ是由g來決定的 它是從l2負無窮大到底的這個空間 去打到0到5平方 這樣子 那它怎麼定義呢? 它如果給一個這個u 它打過來以後呢就是 所以這要怎麼定義呢? 就說for所有的t大1 它打過來是一個函數 它要落在這裡面 那u是在這裡面 它打過來以後的dine是這樣子 是從負無窮大積分到底 是這樣 因為a是stable 所以這個積分是well defined 它是收斂的 各位你可以把它解釋成什麼呢?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這個看成好像是過去的input 然後呢映射到未來的output 那這個hanko呢很明顯的呢 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所以我再介紹一個叫做controllability的operator 我們這個希臘是這個c來表示 它呢就是從過去的input呢打到 我先看一下它怎麼定義喔 假設這個是u 這個是x0 所以它是怎麼定義的呢? 所以這個s0 它的定義 這當然是時間的函數 這是一個時間 這個是一個函數 它打過來是一個向量 它的定義是這樣 就是有乎 它所討論的 我先把這些定義 先寫一下 然後呢 我再定義另外一個 這個我用Pasite Observe 它是從Cn去打到0到無窮達 所以它把X0打到哪邊呢? 所以這個要怎麼定義? 這個定義是這樣 就是C is exponential AXP 所以說有個Pasite 一個很簡單的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Hanko其實是這兩個做合成 這非常的明顯啦 你看喔 我如果把這個U打過來 或者我這樣 我先這兩個 你看喔我把U作用在U上 就先作用在這個上面對不對? 但是這個等於什麼? 這個我們根據這邊的定義是等於這樣 從負窮大計到 這個算一算是一個狀態空間裡面的一個像這樣 所以你把它看成是X0 把它看成是X0 然後在經過這個作用以後 就是C去X exponential ET去乘上去 去乘上去 結果呢 因為這個積溫是T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指責滲透進來 那不就是就是Hanko的這個定義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好不好 我們下一次再來解釋它的物理意義 其實就是這裡啦 其實就是這裡啦 就是這張笔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input 它是在 它是定義在過去的input 所以我就在T等於0之前 我加了一個input的進來 然後加input的進來能量就灌進來了對不對 灌進來以後呢 然後我假設原來的狀態是從 我這邊其實是假設原來的狀態 糖果開天的時候的狀態是 然後因為input加進來以後呢 到T等於0的時候 就得到這個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呢 因為input是定義到0 所以以後呢 就不再加入這個input 把input關掉 然後開始由這個 去放出它的能量出來 那放出來的能量是不是就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所以這個呢是過去的input 其實就是我今天一開始一直畫在那邊 都沒有插掉 所以這個呢你可以看成就是過去的input 過去的input加進來以後呢 然後現在到現在初始的狀態 然後再從初始的狀態來開始釋放能量 到未來的open 那從這一端到這一端 這個就是controlability operative就是從這個端到這個端 這個就是initial state 然後在observative operator呢 就把這個initial state的分量叫做未來好 然後這個呢 proposition就告訴我們其實這兩個核子 就叫做ham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呢很明顯又會跟我們上禮拜講的 兩個問題有關係嗎 我們上禮拜是不是也談到兩個問題 我們剛剛也有提過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釋放能量 得到的能量是多少 然後呢我們要取最小的能量 把它擺到這邊來 我們那個力量要怎麼取 所以整個東西會全部合在一起 好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好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好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好不好